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今天要繼續講 就是Edan這個話題 Edan和姜濤又犯禁了 高登仔7天停止了出片之後又要犯禁了 當然高登仔也是依然顧我的 你越是不讓我說 高登仔就越說 你越是要禁止我說這條題目 高登仔就越是要說這條題目 即是一定的 如果不是 如何顯得高登仔不畏Haters的攻擊呢 今天我又要講Edan 又要講Anson Lo 又講姜濤 Anson Lo和Edan這兩個字 又是犯禁了 那究竟說什麼呢 到今時今日 有很多姜濤已經知清楚了 姜濤和Edan 基本上已經處於一個 叫做 叫做 即是叫做 不好的狀態 很多 大中小型的群組都已經這樣說 那當然也有小部分 姜濤就說 唉 不要說 不要說他們不和啦 他們到今時今日都是好兄弟來的 這樣 其實呢 其實呢 昨天 有一些 叫做 有一些小型的姜濤群組 甚至我的觀眾聽眾都有DM 因為在停台的期間 都沒有 沒有啊 因為我Facebook的Messenger 一直都有保留 可以收放 沒有停到 那 也有很多觀眾聽眾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說 那 就是他們兩個 為何 這個 這麼不和的事實 就是他們問高欣仔 這麼不和的事實 為何有些姜濤 都今時今日 都不承認呢 這樣 那我想 姜濤就是 其實我也明白的 有 其實呢 我也可以說 其實有大部分的姜濤呢 都 叫做 說 大家都心裡明白的 心裡有數 那大家呢 都是知道 就是 姜濤和Edan的不和 這件事 那當然 始祖用者 不關姜濤的事 就是由始至終 那個罪魁禍首 都是Edan先發氣的 就是遠的不要近 就說 他那個演唱會 發動第一槍 是吧 攻擊姜濤 是吧 用那一宗獵造新聞出來 去人情 是非當人情 是 sorry 是非當人情 說 姜濤和Lidia 那一宗匪問 當然是獵造的 那麼 取笑 這樣 取笑式 那麼 當然 當中 你說是不是 說笑而已 沒有 這個 嘲笑成份 這樣 那麼 我不特別 什麼 其實 大家上網去看 有很多 爵士 已經將我一段 就是 Edan取笑姜濤 那個 她和Lidia 那段新聞 已經放上youtube 就是大家知道 究竟是一個 取笑 還是一個 嘲笑 別人 一個 刺痛 去 就是 搏人氣 大家自我判斷 這樣 但是 就是 有些姜濤 都覺得 算了 不要看了 就是 廢士 廢士幫姜濤去 就是 樹立一個敵人 其實我想 這件事都要搞清楚 一件事 敵人 不是我們幫他樹起 是人家 視姜濤為敵人 人家 強行幫姜濤招黑 不是我們姜濤做 我想這件事 就不要 本末倒置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就算我們姜濤 不把這件事 說出來說 有沒有人證實 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當然有人證實 因為 原來 在一次訪問之中 Anson Lo 其實是證實了 姜濤和Edan 是不和的 為什麼呢 有一段新聞 我想 應該就 以我 這麼久聽 這麼多 有關姜濤的 不同的頻道 YouTube來說 就很少人留意這件新聞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你要幫姜濤 你要協助姜濤 避免一些危險的地步 將姜濤推向一些 原來的邊緣的話 你一定要留心去 走近發生什麼事 而不是說 我只是每天留意姜濤的新聞 我每天都 總之 姜濤也好 不姜濤也好 總之有姜濤的事情 我才留意 沒有姜濤的事情 我是不留意 那麼 在這年呢 已經證實了 這樣的方針 是 不是太臭效的 即是在保護姜濤上 如果你要一個全面的保護姜濤 你是首先要了解他身邊的一些什麼危機 所以其實呢 這單新聞呢 就由神陀那邊 扔過來的 神陀那邊 即是在神陀那些群組裡看 所以 那呢 就說回呢 因為Anson Lo就是宣傳他那時候那一套 讓雲 其實所以就是讓雲未落畫之前 那呢 就去宣傳那時候呢 就 即是 所以說他自己的氣啦 那我都不說了 那呢 有記者呢 就 在那個 這樣的 訪問呢 就問Anson Lo 那些問題 那呢 他就問Anson Lo呢 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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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姜濤 和Edan的 是非的報道 那呢 記者就問 Anson Lo 你有沒有看過 這些 這樣的 不和啊 那些 是非的新聞啊 那 就問Anson Lo 會不會去宣交 那 那大前提呢 已經是說到 姜濤和Edan是不和 那Anson Lo 你會不會去 為什麼 找Anson Lo呢 這樣 因為第一 Anson Lo 和Edan 是同一夥 那就肯定了 大家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說 如果他們同一夥 那麼Anson Lo 在某程度上 在帳面上 他和姜濤 為什麼我講帳面上 在表面上 他和姜濤是 是沒事的 就是他們 在表面上 是 沒有一個衝突點在 而現在的衝突點 正正是發生在 姜濤和Edan 那裡 到今時今日都有人說 然後 他就問 Anson Lo 有沒有做勸交的工作 那樣 記者下意識都覺得 可能 姜濤和Anson Lo 都有些 有些計謊的 那樣 就問他 你會不會勸交 那樣 那 Anson Lo 不知道是不是 口直心直 還是 直接說 就說 他沒有 沒有勸交 因為這件事 不是他的位置去做的 就是他間接了承認姜濤和Edan之間的不和 是真的 是不是 因為他 他說這個位置不是他做 這個位置就是勸交的位置 就是說這個勸交 為什麼要有勸交 就是因為姜濤和Edan不和 才要去勸交 如果假設 他是知道 姜濤和Edan 是沒有不和的 那他應該就直接答說 沒有不和 是不是 沒有不和 根本不存在勸不勸交 這件事 但是Anson Lo不是這樣答 Anson Lo的答法是 沒有 我沒有勸交 因為這件事 不是他的位置去做 就是說 他勸交 這個位置 是由其他人做了 也是間接了承認姜濤和Edan 真的不和 真的有吵過交 當然他有繼續解釋 他知道 如果你有看他的訪問 你看回十多日之前 然後他就說 Edan和姜濤相識很久了 私底下 兄弟情就很熟 私底下 其實兄弟情這件事 就沒有私不私下 有呀有 沒有呀沒有 就是說 我和我老公私底下感情很好 你明白嗎 聽我的觀眾 你明白嗎 這個論點 慢慢想 當有一個人 你的朋友問 你和你老公近來的感情如何 你明白嗎 我和我老公結婚這麼久 私底下感情好好的 這樣 你聽起來 是覺得奇怪 是不是 私底下兄弟情好好的 那 不私底下 公開 公開就不太熟了 這樣 然後Edan就說 大家不用擔心他們有兒受到傷害 大家都是大個兒子 那這件事又是 真的很有趣 Anson Lo說的 他說大家都大個兒子 不要擔心他的有兒受到傷害 大個兒子 就不會有兒傷害 有很多認識了十幾二十年的朋友 從中學生息到出來做事 結婚生孩子 很多都是大過兒子之後才吵架 才分開 不是情侶分開 是絕交的意思 要不然 陳奕迅都不會唱那首 唱友誼那首歌 對不對 所以這句真的很有趣 大家大過兒子 所以就不怕有兒受到傷害 那所以說 咦 那就是說 小時候受過傷害 那樣的意思 是吧 那 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其實整個意思 我想很少人去分析 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Anson Lo這個答法 其實裡面 在一個深藏的意識裡面 是說 其實姜濤和Edan已經反了面 很肯定 因為你從Anson Lo的位置去說 我又說回 雖然我說不是他的位置 Anson Lo和Edan是同一陣線 而帳面上 Anson Lo和姜濤 是有辦法商量的 那你說 Anson Lo 會不會不知道 姜濤和Edan之間 所發生的這些問題 對不對 演唱會 Edan在玩姜濤 姜濤又說接受了道歉等等 大家都知道 接受了道歉一定是Edan Edan道歉 他們那些兄弟情 是不是一定有損耗呢 肯定是 所以我之前都 你知道的 我之前都說了 其實大家姜濤心裡面都很清楚 肯定他們兩個 已經是吵了一份大交 很肯定 但是問題上就是說 你沒有人證實 而已 姜濤沒有 白字黑字證實 他只是說 接受了某人的道歉 Edan也說 他們沒有吵過交 依然是好兄弟 但是你從Anson Lo 這個答法 所以有時候 雖然有很多人 妖魔化Anson Lo 但是我高登仔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 高登仔是覺得 Anson Lo 某程度上 是有少許蠢 蠢得來 不知道為何說些話 是說了我心目中的一些話 就是說 事實就是很明顯 Edan和姜濤吵了交 而Anson Lo 是知道 他也知道這件事之後 亦都沒有就著這個 吵交 去做個和事路 去做個和事路 那其實 剛剛你聽我的分析也是 是吧 私底下兄弟情很熟 是吧 大家大個兒子 不用擔心我們有意識 就是整個過程是 講大力給大家聽 就是說 他們是吵了交 到現在 都未修補好 亦都是不會修補好 是不是 亦都是在說 我想 Anson Lo 亦都是知道 就算是開完演唱會 即是說 Edan開完演唱會 玩完這件事之後 跟著發生過幾件事 都總 譬如說去到台灣 是吧 即是去到台灣 跟著說 調換了髮型師這件事 是吧 即是 他們就 即是 即是 穿屎就覺得 姜濤就運用他的 權力 是吧 我都不知道那些權力 由誰 得回來 那麼 就說他 即是運用權力 去調走 Edan的 愚用髮型師 這樣 這樣 就硬塞Lilia 給Edan 搞到 整個穿屎頭 這樣 穿屎 就相當不滿 當然我之前的短片都分析過 其實這件事 我想 並不是姜濤或者Edan 可以調動髮型師 這麼簡單 是吧 我想他們是沒有這樣的 權力去調動 調動的可能是花姐 或者是高層調動 就可能是 我之前的短片已經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 這件事 就肯定是屈姜濤的 然後 之前 Edan再發出一個簽字文 在針對 一眾的姜濤 在罵 但是 當然 我們後來知道事態嚴重 就是 扭轉180度 就說他不是說姜濤 當然 大家姜濤心目中 都心中有數 是 知道什麼事 就是 是非曲直 是吧 就是罵了是罵了 是不是 你說不是罵我們姜濤 就是 找鬼信 這樣子 什麼樣 凡此種種 這些事情 我想 姜濤也有眼睛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姜濤 經常覺得姜濤和Edan 是沒有吵過交 或者現在的關係很好呢 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 都不太相信 因為 如果姜濤 這麼疼我們姜濤 當我們是一家人 喂 Edan 已經是出了一個千字文 罵我們姜濤 是吧 罵我們姜濤 雖然他 當然不承認 是吧 但是你們看回那個千字文 我卡下圖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分析 分析他那個千字文 哪一個文字 哪一段 哪一些句子 是針對我們姜濤而講的 一目了然 全部有分析數據 當然你們可以 再去討論 那 以姜濤這麼愛惜姜濤來講 那 有什麼理由 會可以 容許Edan這樣去 傷害姜濤呢 如果他做出一些這樣的事 等於 你這樣 你有個女兒 是吧 被個人刮了一巴 那個人就跟你道歉 不好意思 我打了你女兒一巴 對不起 我衷心道歉 你會不會接受 你一巴掃過去 是吧 即是我想以姜濤的性格 就是說 他自己心中清楚的 玩這些 是吧 玩姜濤 是吧 全部都是Edan一手造成的 那這些事情 還有得 還有得 他 叫做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的關係 根本是不可能 他 字面上是可以原諒他 但內裡上肯定是無辦法可以 和他關係有任何修補的 所以加上 他這麼愛惜姜濤呢 所以你 有時候姜濤說他和Edan的關係好 其實某程度上是刮了姜濤一巴掃 也都刮了姜濤一巴掃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不可以避開一件事 就說 他和Edan的關係是 再是這麼好 肯定不好 因為他們的不好 才顯示到 姜濤是多麼愛惜他身邊的人 即是如果這些事情 沒什麼所謂 你掛了女兒一巴掃 不要緊 我這些女兒 掛多兩巴掃 幫我教女兒 這樣就 不是姜濤 以姜濤這麼愛惜姜濤 這麼愛惜他身邊的人 包括Lidia在內 如果有人這樣傷害他的話 是不可以原諒的 是吧 所以這件事 就是這樣去分析 是吧 所以加上 Anson Lo對於這件事的 即這樣回答 這段文字就更加顯示到 姜濤和Edan的關係 已經是不和 已經是惡劣 這就是我的分析了 好 今節的姜濤中的新聞就是這樣 下一節我們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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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